歡迎來到華視生活氣象 今天下午下起了一場大雨 很多地方都可以明顯的感受得到 而且包含像是在石門水庫 還有德基水庫及水區 都有一些進帳 另外我們要來看到 就是今天很多地方的雨勢都蠻大的 像是在臺北市的東湖國橋策站 一整天這樣下來 累計雨量來到了一百五十七點五毫米 另外在汐止也有一百五十三毫米 汐止定區也有一百五十點五毫米左右 不過看得出來 這個降雨的地方都比較集中在北部地區 而今天會降雨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受到這個封面接近的影響 因此在包含像是北部地區 還有山區的部分 都有明顯的雨勢 而這個封面的影響 會持續到明天一整天 因此明天還是有機會降雨的 我們從雨區預報圖上面來看到 今天比較集中降雨的地方 包含在北部地區 還有東半部地區的 那麼明天您可以看到 包含像是在東部地區 還有南部山區 也都是有機會出現雨勢的 希望可以為我們的汗上 來稍微補充一點水分了 接下來帶您關心 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好 首先先來看到北部地區 明天在基隆 台北跟新北市 都會有降雨 溫度是二十五到三十度 繼續看到桃園 新竹跟苗栗 同樣有降雨的機會了 溫度是二十五到三十一度 再來看到台中彰化市 多雲到晴南投也是有降雨機會 高溫來到三十三度 遠臨台南會有降雨機會 加夜雨量比較多 有機會見得到陽光 再去看到高平地區 明天午後進山區 也是有降雨機會的 屏東的高溫來到三十五度 還是比較熱一點 至於在東部地區 包含宜蘭花蓮跟台東 明天通通有降雨的機會 高溫來到三十度 而外島地區明天在馬祖基門 會有降雨澎湖是晴島 多雲溫度是二十七到三十一度 今天氣象小丁寧 我們要為大家整理一下 因為受到封面的影響 所以包含像是明天的 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都還是會有雨 午後山區也是會降雨的 而至於這樣的天氣狀況 會維持一天 週三 週四天氣又會回穩了 不過月季到這個週末 將會有另外一波封面報導 而且到時候 這個封面影響的時間 渴望會比較長一點點 希望可以幫忙解除旱象了 以上天氣資訊提供您做參考 有任何氣象問題都歡迎來到雨潔 還有華視的本集團留言 那我們就明天見囉